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資料 去年詐騙的首法前五名分別是 網路購物詐騙、假投資詐騙、解除分歧付款詐騙 假交友愛情詐騙以及猜猜我是誰 詐騙總金額高達70億元 而位處偏鄉的新北市金山區 去年度被詐騙總金額也達到2200多萬元 為此金山警分局的分局長展現了打詐的決心 分享轄區內常見的詐騙案例 提醒民眾避免受騙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資料 去年詐騙首法前五名分別是 網路購物詐騙、假投資詐騙、解除分歧付款詐騙 假交友愛情詐騙以及猜猜我是誰 詐騙總金額高達70億 在新北市金山區去年度被詐騙總金額 則是達到2200多萬元 為此金山警分局分局長也分享 轄區常見的詐騙案例 要提醒民眾避免受騙 在群組裡面、賴群組裡面 或網路上的網友告訴你說 欸他也賺了多少錢 然後你先給他一筆小額的金額來試試看 那民眾會想好 那比方我先用一兩萬塊或是一二十萬先試試看 那進去的時候 他會讓你知道說你有獲利 那你卸下心房會覺得欸真的耶 真的是像其他網友說的可以賺到錢 那接下來想好那我是不是把家裡的定存 有的甚至於還把房地區拿去抵押 那之後把家裡全部的家黨全部都拿去投資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假投資 在網路上交友的部分 當然有好的結果的也是有 但是實際上大家在網路上交友的部分還是要很注意 如果說是涉及到說對方要跟你要錢 用理由比方說他生病 家人生病或是他出國需要費用 需要任何的費用需要你去做轉帳的 這個大部分都是網路詐欺 假投資詐騙從小額詐騙小額獲利開始 讓民眾逐漸卸下新房投入更多財產 之後發現受騙投入資金已經索要不回 其次是假交友詐騙 假設設定以跨國軍官居多 多數為年長單身民眾受騙 以及假檢警詐騙案例 好在都有金融機構的行員發現 並且通報合作 才得以化解多比的詐騙匯款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有發現就是說 之前在那個假冒檢警的這些案件呢 它本來是詐騙金額跟案件都算高的 那後來這邊有降下來 其實這邊我們非常感謝金融機構這些行員 為大家這治安的一個 互相幫忙的一個力量 阻止這個民眾把錢轉出去 也順利的逮捕這個車手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那這個結合了 就是說我們跟警方跟金融機構的合作 那我覺得這個以後 也是我們大家努力的一個重點 那唯有就是跨機關跨部會 大家一起來合作 才能夠一起把這個詐騙的那個數據 降下來來保護到我們民眾的財產 除了分享常見的詐騙案例 金山警分局也利用假日走上街頭 帶著大頭警察娃娃 進行預防詐騙的宣導 對於詐騙的案件 警方雖然全力將集團成員查棄到案 但許多被害人一輩子的血汗前 往往被洗錢手法轉至海外 無法追回 因此全民試詐、防詐 讓詐騙集團騙不著 徹底的失去金流 才是打炸智本的最佳療房 指教品和金山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